今天分享这道虎皮蛋红烧肉 首先将三线五花肉的皮在锅中烙一下 这样做是为了烫去表皮绒毛 并且可以去除猪皮焊蟹中的腥味 之后将五花肉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 切好之后凉水下锅 再加入葱姜和尿酒 用大火煮肉煮五分钟 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的去除腥味 而且煮过的肉一会儿再煎 就更容易出油 立出后在锅中加少许的油润锅 将煮好的肉回锅煎炒 用中火来煎 这样做是为了爆出肥肉中的油 而且煎锅的肉皮一会儿再煮 口感也会更好 煎好之后立出多余的油 八花肉放到砂锅中 砂锅瘦肉均匀 包出来的肉会更好吃 下面来炒糖色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快速的方法 锅中放半炒勺的白糖 不用放油干炒 把糖推到锅的一边 用大火来炒 一旦把糖炒化 立即调成小火来炒 把糖炒到的起泡就关火 然后把锅抬起来悬空 用锅的余温把糖炒到枣红色 炒好的糖色没有味道 不甜不苦就说没成功了 然后砂锅中加入炒好的糖色 再加入葱姜八角桂皮香叶 加入开水到锅口 然后调味加生抽 白糖黄酒 盐一会再放 水开以后用小火炖 接下来来炸虎皮蛋 油温微热下入鸩唇蛋 然后开中火慢慢的炸 把鸩唇蛋炸到起皮就可以捞出了 四十分钟之后接盖 将葱姜剪出来 然后下入虎皮蛋 再加点盐来调味 盖上盖 继续煮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 回锅收汁 开大火 把汤汁收到粘稠 就可以装盘了 好了 这样一道颜值和味道都非常棒的红烧肉 就做好了 朋友们赶快收藏起来 连夜饭在家人面前弄一手吧 小切式 五花肉可以先提前冷冻 然后再切 会好切 加入糖色之后 就不用再加老抽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美食强 我会用心对待每一道菜 然后分享给你 朋友们下期见 拜拜 晚上 1 ether